VMware Workstation安装 以下会教大家安装VMware 首先,我们执行VMware安装程式 当授权软件对系统作出更改之后 就会进行软件安装精灵 首先按Next 然后选择Typical去进行基本安装 然后选择软件安装路径 然后按Next 在这个版面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 是不是在启动程式的时候 检查软件更新 在决定之后按Next 在这个版面里面 你可以设定是不是传送匿名运作资料 给软件开发商 帮助他们改善程式 在完成选择之后按Next 到了这个版面 我们可以选择将程式的捷径 增加到桌面 或者设置在开始目录之中 设定完毕之后 再按Next 当你确定好之前所做的设定 就可以按Continue 去进行软件安装程序 在安装完成之后 你可以选择输入软件最后 或者跳过这个步骤 这样VMware的安装步骤 已经基本完成 现在会教大家建立一个虚拟电脑 在第一次执行软件的时候 首先会询问用户 是不是同意软件的授权协议 在同意协议之后 就会进入软件的主界面 要建立一台虚拟电脑 首先要选择 Create a new virtual machine 之后就会进入 虚拟电脑建立精灵 我们可以选择Typical 意思是指一般安装 也都可以选择Custom 来自定安装 公用会选择安装的项目 在示范里面 我们会进行自定设定的安装 在按Custom 再按Next继续 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虚拟电脑的硬体 进行兼容设定 越新的版本 对硬体的支援就越强 但相对地 就不能够兼容较旧的VMware版本 在它上面运行了 这个例子之中 我们不需要将虚拟系统 在比较旧的VMware版本上面运行 所以我们选用预设的 Workstation 9 按Next去下一版 之后 我们可以设定 虚拟系统里面的 作业系统的安装来源 在示范里面 我们会选拟一个 预先准备好的ISO档案 然后按Next继续 接着我们可以输入 虚拟作业系统的授权罪号 使用者名称 和密码 然后VMware 就会自动地将 所输入的授权罪号 在安装过程中 自己安装在系统之中 当然 你也可以按Next 跳过这个步骤 稍后再作输入 如果你没有输入 软件最好 再按Next 来忽略这个步骤 软件就会立刻提醒你 并未输入软件最好 这个时候 只要按Yes 就可以继续安装 接着 可以设定虚拟系统的名称 和储存在硬碟的位置 然后按Next 继续 之后 可以设定这台虚拟系统 所分配得到的处理器 和处理器核心的数目 但要留意 我们只可以将 少于实际硬体资源的数目 分配到虚拟系统之中 否则VMware 就会提出警告 设定完成之后 再按Next 继续 之后 可以设定分配给 这台虚拟电脑的 记忆体数量 设定好之后 再按Next 继续 接着 就可以设定 虚拟电脑的 网络界面模式 直接连接到网络 Bridged 网络地址转换 Net 就是和这部实体电脑 连接的私人网络 Host Only 或者不建立网络连线 示范里面 我们会建立一个 网络地址转换 Net 即是 与主机共用实体网络 之后再按Next 继续 之后 我们可以设定 虚拟储存装置 所用的介面模式 除非有特定的需要 一般情况之下 选择预设就可以了 之后按Next 继续 之后 你可以建立一个新虚拟硬碟 或者使用一个 已有的虚拟硬碟 或者直接连接到一个 独立硬碟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会建立一个 新的虚拟硬碟 先按Next 继续 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 新增虚拟硬碟 一般选用预设设定 就可以了 按Next 继续 接着 就可以设定 虚拟硬碟的大小 以及它的空间分配 如果选择 Allocate this space now 一个与虚拟硬碟 大小相同的档案 就会立即被建立出来 之后 你也可以选择 Store Virtual Disk As a Single File 将虚拟硬碟储存 在一个独立档案之中 或者选择 Split Virtual Disk Into Multiple Files 将整个虚拟硬碟 分拆于多个较小的档案 将整个虚拟硬碟 储存在一个单一档案 好处就是方便处理 但是缺点就是 如果虚拟硬碟的大小 非常之大 这样备份的时候 就可能不是太方便 所以例子里面 我们会选择将虚拟硬碟 分开储存 在做好选择之后 然后按Next 继续 接着 可以设定虚拟硬碟 所用的档案名称 然后按Next 继续 现在可以留意 之前所做的设定却要 当确定设定之后 可以按Finish 结束设定精灵 之后我们可以见到 之前所设定的虚拟系统 已经在目录列表之中 接着我们只要按 Power on this virtual machine 就可以启动虚拟系统 然后跟平时一样 安装Windows作业系统 就可以了 现在虚拟系统的安装 及设定基本上已经完成 你可以根据其他的需要 安装不同的作业系统 在虚拟电脑里面运作 例如 需要利用较旧的作业系统 去安装较旧的软件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